消防在進去救災的時候 他是一個紀律團隊 任何一個消防員他的疏忽 不但會影響他自己的生命 甚至會危及他整個團隊的生命 我們從桃園的敬鵬這些案子裡面 六個消防員在裡面 就是其中的團隊裡面 可能一個疏失 整個團隊通通被葬送在裡面 所以在這裡 我們對於這個紀律要求 必須跟一般公務員有所不同 蔡英文也在30號上午 協同桃園市長跟內政部長 一同前往慰問五位 殉職消防人員的家屬 深深的一鞠躬 是對家屬最深的歉意及敬意 陳建仁也親自頒發保養令 表彰六名殉職大火英雄 政府說應該對最新英雄 做他們的堅強攻擊 我們不僅要讓消防職雄安心 更要讓他們的家屬安心 這是政府和我長代的共同大陸 事件發生之後 我想仍然有哪些弱點 有哪些缺失 哪些錯誤 把所有的救災過程 以及火災發生的成因 攤在陽光下 消防單位 消防單位 對於救災的SOV的程序 相關的這一些救災的整個過程 把它錯的地方 產生問題的地方把它找出來 那是不是有過失 是不是有相關的刑責 還有有沒有違反相關勞動法令等等 都會進行相關的 這些救責的跟調查 消防在進去救災的時候 它是一個具體團隊 任何一個消防員 他的疏忽 不但會影響到自己的生命 甚至會圍擊到整個團隊的生命 我們從桃園的敬鵬 這些案子裡面 六個消防員在裡面 就是其中的團隊裡面 可能一個疏失 所以整個團隊通通會葬送在裡面 所以在這裡 我們對於這個紀律要求 必須跟一般公務員有所不同